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又没法及时送给他吉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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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做一個 我覺得很開心 他們選擇10部電影 有沒有哪些 你覺得其實我也想選擇 但很適合版權問題 好像是薩波郎的版權找不到 黃國鋒為人找不到 找不到材料貨 我也試試精簡幾集 如何可以和役者談 你小時候有沒有影響你喜歡電影 家長帶你去看電影 那個年代都是看電影為主 娛樂 我喜歡看的 特別最印象就是 我剛才看那本《長州》才記得《潮州路漢》 就是動作片 接著很快是李小龍 小時候可能特別看 很難完全認識故事 很有耐性去看的時候 動作片比較多 又有邵氏 我覺得對你來說 潮州路漢就是譚道良的迫虎公 因為我聽郭子健的導演說 因為你都很喜歡李小龍 所以你小時候都是受他的影響 是的 一定受理想影響 但是我特別是我覺得 雖然他只有那四步伴 但是他那個民族意識很強 還有約勢社群那種 很零零射射 我都很喜歡看他裏面的內容 就是他那個承擔 勇氣 正義感 這個是很突出的 除了他超然的動作之外 這件事反而我都記得很深 那時候有沒有說 除了香港的作品有沒有看一些日本片 或者西片那些多嗎 後期 後期就多看一些獨立電影 就是日本片 日本片也有多 因為我們發覺你早期的作品有一點像日本電影的風格 有一點影響 因為我頗喜歡日本電影的那種處理 就是 運鏡不是很複雜 但是它是很講的內容 直到今天我都不停在這裏 嘗試學習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 我都是頗喜歡看日本片那種拍法的佈局 就不是一定是用很多鏡頭那種靈禮的剪接 但是它的構圖 或者想說的故事 純粹都是由人物和故事出發 我頗喜歡你 有沒有說哪位日本導演你較為喜歡 就是一定是 黑澤民那些 就是大部份都是這些 怎會加入電影界呢 其實是否真的 不知道 當時 讀完中學還未投學 看到一個寫字樓工作 不知道做甚麼 寫版經室助理 就是做版經室 原來進去是在山城做信差 就是幫他寄信 很多信件 原來在寫字樓做這件事 就在山城做 但是他們很蓬勃 山城 看到這些年輕人就給我們機會 參加他們製作的幕後 譬如馮永是我們裏面的高層 即是說 你們這些年輕人就去學一下 他們有個剪接部 你有沒有興趣學剪接 學甚麼 那時不認識 終於說 我們當然是說 做了根拍戲 他們是製作部 調了你去做事務 即是場務 跟一套 為你鍾情 是 張國明那套 認識一下其實是怎樣 因為西藝城還有一個廠 在火炭 會否想進去做廠 那我一聽到廠當然是不好 我這樣做寫字樓 覺得這樣 為你鍾情 為斯利傳奇 你那個名字是事務 即是你做甚麼 事務即是幫劇務 主要是買飯 安排交通 最重要是幫劇務 劇務就是現場去處理很多事 場務就是負責拍攝現場去幫忙 那我就不用那麼多時間在現場 因為我要準備一些食物 準備一些車 那去到甚麼時候才開始幫其他崗位 直到Keng哥 遇到他給個機會 我拍去河必有王的時候也是做事務 之後他又是很提攜新人 他就說不如你跟著我拍戲 他就覺得我的性格適合做導演做 他就說你由長機開始學戲 給我機會學長機 那就正式接觸了導演做這個方向 即是又如何不同呢 那個事務去做長機 即是mark shot 不懂的 他純粹說你想剪接房 拿一些片 拿別人的長機單看看自己學 因為他完全很照顧我們 即是不會很罵 令到我們沒有那麼大壓力 然後教我們應該怎樣寫 應該的崗位在做甚麼 即是說就雖然很容易 但確實是很難 到今天我覺得做長機也是很困難 那時候你們做生涯城 多不多去試片室看生涯成品 多的 因為我未跟戲的時候 我經常要在生涯城做放片 因為有很多客人 很多賣法 什麼經常要 譬如拍了一些片未完成 我又要放片給他們看 其實在放片室也放了很多片 我最好很記得其中一個是英倫琵琶 我經常要放的 因為它拍好了之後 就放給很多人看 因為英國取境 賣浮可能好些 可能吸引一些外浮客 外浮也有 他們本地要看片 或者給很多人看 但當年英雄滿色 你都直接在視頻室看完都哭了 是啊 那次 那次真的看到 發覺吃雞飯在那一場 哇 第一次看電影 那些槍聲多到 即是嗡嗡聲出來 是的 開過看的 對 開過看的 沒有音樂 即是直接是Rough Cut 還是怎樣 有的 因為它完成後 都會不停放給 可能會不停 有很多人來看的 因為我不知道那些是什麼人 但是我需要放片給他們看 在後面 好像《星光門》我心不放片 很有趣 很開心 很早期在《新日成》或者之後在《Ken哥》那些電影 也有客串 總之矮工作人員不夠人就過來幫忙 會 因為快一點 用臨時演員都是差不多的 可能他就會想這個 不如你去做下去吧 其實你看很多電影都是 很多人的幕後都會 不過我們行內可能認得知 其實很普遍這個現象 因為可能有時突然間你做了 可能對鏡頭還沒有那麼陌生 都比起一般 Carafair好一點 我剛才給你看了《瀟灑先生》的一套 就是《Gengo》做的 《Gengo》和《關芝林》進去的戲院 你也在旁邊做的 我也忘記了 你讓我先看 那你《新日成》的時候有沒有說 什麼時候開始由《長記》變成副導演 還是何必有我當時也有副導演的東西 副導演都是去到後期幫Kengo 給我正式做副導演 都是個名字 但是他總之嘗試讓我進入這個崗位去學習 其實我不算跟了很多導演 因為都很長 跟了Kengo 都很長的時間 他自己又開公司 在他那邊 之後就出來幫胡大維 啊 是 做網英施 對 做網英施 然後很快就轉轉到錢銘強 錢銘強是自己的獨立公司 自己的公司拍戲 那時候跟他做了什麼 女子公寓嗎 啊 是 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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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藝雄 藝雄 直到青春火花之後 我做副導演 有其他副導演 他就想 因為自己的公司想多開幾部戲的時候 就搞夜半一點 他就說不如你去吧 拍吧 那我又跟他拍那套 《天生同老》那套是什麼 哦 《新天龍北部》 對 《新天龍北部》 然後他就說要搞鬼片 即是經歷片 夜半一點 因為那時都經常回到官司 那時真的有談劇本 不如拍三個故事 控制成本會好一點 他就說不如叫我拍 那當然好 但是都擔心 所以其實應該是他光了很多 其實差不多合到 不過最後都不出名 就給我了 前永強和後永財導演 他兩位 我看到青春火花 其實有寫你是執行導演 其實是否差不多整套 有一半以上都是你跟他一起度 青春火花 那套他都是提攜新人為主 他給我們一些信心去發展 也會很感謝他們 會給你更多投入 但是那時也不是那麼… 他很肯放給你 但自己也害怕 有一次我拍《天龍白布》 突然有一天就說我都要求婚婦 他說這場是你拍的 我拍的 我拍的 是不可以的 其實做副導演和做導演真是兩回事 因為自己去處理角度不同 你需要怎樣去幫導演去看劇本 因為我們是做準備 把材料整理給廚師去炒 廚師真是廚師 你撿馬也不可以當作廚師 我自己認為 那我就說不要了 我怕了 不怕 也會這樣 如果在那些大公司 好像《天龍白布》就是永盛 那時候你們的工作模式是否有不同 沒有 因為當時前生的公司 譬如他拍的那些 以前他拍的愛在黑社會的日子 很好看 很出色 他也是一位好的導演 有些大公司 不如叫他拍一些大一點的片 《天龍白布》 他也是慢慢開始發展他的事業 他不一樣 他自己是一個老闆 所以他構思的東西 就不單只是導演那麼硬硬 所以需要發展的時候 他又會開底一些戲 就會給他一些機會 所以他拍了《夜半1點鐘》 《夜半1點鐘》其實很有趣 你覺得他三個故事 就是你和陳炳岩和《夜半1點鐘》 其實有沒有怎樣去分 有沒有說誰是你全手搞 還是一起這樣去搞 最多的就是最後一個故事 因為相對 因為那兩位姻緣很接受給我去處理 因為袁炳岩和當時葉玉卿比較有知名度 我比較需要陳炳強在現場多一些 他在那裡自然都會自己下一份力 他都很喜歡拍戲 袁炳岩他協助我很多 即是背後 陳炳岩他都給我機會去拍戲 但譬如有些事情的討論 對於故事上 他都會因為信心應該 演員對他一定會大一點 他會幫我去處理 不過那個年代 剛剛我記得是廣產片開始低潮 其實當時投擇資金也很難 難的 所以開一些鬼怪戲 有些人比較喜歡看 好像穩陣一點 盡量 所以才會開出這個片種 亦都希望的預算不要太大 所以想了三個故事的時候 你又找到葉玉卿 又找到月面兒 又找到陳小聰 那個計算就好像在卡士的吸引力 都能說服老闆去投資 如果你說單一的可能沒那麼容易 所以才用了這個方法 其實有沒有說最初 還沒想到三個故事之前 都是想過半小時一套的答案 即是會不會一套過 一套過 其實初初 我應該不記得 因為他需要銷售給老闆的時候 都是銷售三個 就是大家 這個方法 我記得剛才我看過 好像那套 有一套三個故事 那套是新同居時代 即是我們說這些都很成功 如果是鬼故事也可能是可以的 所以用了這個方法 亦都計算每一個故事拍五天 那就十五天拍完 即是五天還是那套 即是限制了 那你跟陳小春和徐錦江他們的合作模式是怎樣的 他覺得他們多數是因為拍夜晚他們兩個 有沒有事怎樣去玩 沒有 因為那時跟郭偉忠的劇本挺有趣 可能他們年輕 年輕一點 很多鬼主義 當時我覺得最特別是徐錦江 因為第一次跟郭偉忠 原來他演戲劇這麼搞笑 那時又高高大大 我們就說他很害怕鬼 很害怕鬼 我覺得他的反差出來挺有趣 給我的感覺 但我們亦是拿一個 即是以前社會發生的一件 有一個影快相 拿了那個做桌頭 又是做事件背後的原因 就在那裏發展一個故事 就說兩個交通差的故事 去到第二套 謎奸犯的時候 因為我看到謎奸犯其實大家很少說 因為其實也犯了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有時歐元振華 可能他在想事情 轉燈 有些行光 然後有些偷格 追逐的時候 你拍的時候也不想像普通商業片一樣拍 也想加自己的東西進去 有看很多電影 又想學一下 但如果有一個這樣的故事 除了 又是社會曾經發生過的事件 為雲黨 為雲黨 希望不要就這樣想 其實喜歡看天生殺人狂 他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是很想在一個人物上想很多變化 處理上原來心境是這樣的 一班犯人是這樣的 也要學一下 模仿一下別人看很多電影 嘗試一下 別這麼單一拍就算了 學一下 偷一下視線 這套你找了很多電視演員 即是Bobby 還有林家棟 那時候你說 是不是跟他們合作是怎樣的 電視演員的做法是怎樣的 沒有 我自己都是新的 我怕找到他 確實你找阿翔鎮華的時候 他在電視也不錯 但始終不值有限 我不是說 我們以為有可能向電視演員 有沒有興趣出來拍戲 又不是一些大片 公司又願意嘗試搞 那嘉棟哥呢 嘉棟哥 我對他印象很深 因為我當時看《笑聲救地球》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他 因為他經常被拍板拍他 我一直都是跟他 所以很早就很喜歡跟他找他 在《驚青艷女》 我自己執行導演的又找他 直到今天也有找他 貪狼也有找他 因為我很喜歡他 我自己覺得這個人挺有型 在電視上看到 因為我看到《迷奸犯》 看回《短雙酒漢》 其實你又想玩多些 你之後那種荒謬的黑騷衣 譬如我就喜歡 就算一些社會熱話的問題 我就會在裡面再發掘自己的角度 的創作 去想一下 那才是 因為你始終都要有些創作 放在裡面 那便想起一些古人精貴 如果在《迷奸犯》 你說那個犯的心態 或者他為何會在一個奢品下那些藥 那便想一下 不如用這個想法去豐富故事 其實我自己很想做編劇 因為可以很天馬行空去想很多東西 經常都是喜歡想這些東西 就算看一部電影 我喜歡看一些橋段 人們這樣想很厲害 或者這樣想可以不是這樣 可以不是這樣發展 還有一個橋段 我記得黃錦江 金槍人 周星馳在《迷奸犯》裡面 因為初初是講的 《迷奸犯》是懲教署的獄警 黃錦江就像是一個很神秘的人物 令他產生犯罪的一個舉動 那是怎樣那麼有趣 黃錦江說的東西很圓 我記得黃錦江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處理呢 我真的沒有看到 我忍若是有些人在看紀錄片 其實我自己覺得我們人很像動物 很像野獸 所以看那些動物紀錄片 你殺戀的時候 他的感覺其實是一些什麼 那種獸性或者人性的本質 顯露了出來 其實今天我也不喜歡看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找角色的其中一個方法 我覺得他們會不會像一隻獅子 這個角色會不會像一個老虎的那種心態 原來他心裡有一種陰暗的臉 還有我想說那些犯人是在看的 那些獄警也是在看的 其實大家都是那類人 不過今天你的職位可能是一個獄警 你以為他沒有什麼問題 但其實他心裡跟他們沒有什麼分別 你以為他沒有什麼問題 很擺得到是一個當時 一個小孩子在茶餐廳做 很多黑道的人都喜歡在茶餐廳 是在旺角的那些 我很喜歡他 很難說什麼 但是他有影響 原來是可以掌握的